前两个礼拜我们在地球活起来 寻找新能源的单元当中 为您介绍了以色列这个国家 是如何教导孩子们从小就要节约用水 而这样的观念从老祖宗代代相传 实践在生活当中 在过去就曾经有人说过 以色列是一个相对聪明的民族 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以色列人他们认真的态度 让他们在逆境当中 始终可以保持求生的竞争力 以色列一个废水处理场没有什么意味 五万人城市每日十万立方公尺废水 在此进化 但全国六成回收农业用途 但农业水总量百分之三十二以上 如果有水太多了 它会去沿岸 汽水位置很容易 那他们在逆境 在冬季上 而在冬季上没有雨 他们在这里占换 仇anova到这里的位置 新大楼水源回收系统预制结构内 屋顶冷气排水和雨水挤水输送 灌溉阳台农作 抽马桶和洗车 这是我们的利益在以色列的水 如果你们在这个建筑 你们知道你们在尊重这样的资源 你们已经成为一个愉快的人 你们在做什么好事 即使是为世界 即使是为建筑 即使是为国家 目标是比同规格传统大楼 省两层电和七层水 节水创意在这个国家 并非少数专业领域分工 而是从小广为深知人心 感谢观看 以色列多数是犹太人 民族性重视从小养成自力更生习惯 而且透过实作体悟付出代价 去想去做才能生存 可能我们父母比台湾父母更加严格 在家他们让我们打扫 喜欢教动手 不要一直看书读书 我们觉得那是一种教育 岳龙曾来台湾政治大学留学刚毕业回国 正到不同工厂物色新职 对从小教育方式印象人生 我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工作 我每个礼拜五下课之后 我就洗我们的走廊 就是洗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 可是十岁的时候你觉得很辛苦 就是拿东西然后说有一点冷 冬天的时候你不开心 还是要做 然后你拿的薪水也不高 开始可以拿自己的薪水 有一天我跟我爸爸说 好酸了 我不要再动手你给我钱 然后说好 我给你钱 你今天你吃的饭 你吃的饭就是我们花十块钱来给你吃饭 所以今天我不要给你钱 明天我也不知道 你可能要打扫才可以吃饭 所以我父母对我有时候是这样 人人都要动手创造最省钱方式得到最佳生存资源 直到大学还是如此 来到耶路撒冷的耶林教育学院 整个学校空间都设法用于宣导和实验 首先 水是一个大问题 今天我们称为它是白鸡 因为它变得比较贵的水 比较贵的水 但是如果你想做它 你永远就要联系到前面 到古代的人都知道它 所以当你放在这里 这里是水 学习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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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 犹太人传承数千年的生活教训 迄今仍以羊皮卷轴保存于许多会堂 来自不同区域 犹太人的卷轴有不同的装饰 新一代神水教育仍不忘以古训诉求 当你开启 这里我们讲了 从塔尔姆斯的词词 关于人物 水 和地球 每个人都需要其他人 因为如果其他人都没有在这里 其他人都不会存在 所以我们都需要一起合作 在一种合作的行为 教室走廊有互动式宣导品 并介绍具体知识 然后孩子必须要玩 在哪里是最正的事情 每天我们使用135L每天 这就是90瓶子 1,5L 所以是为了孩子 是非常 visual 所以他们理解 如果你教你只有问题 人们说 OK 我没有任何要做 我只是继续 我太小了 为了改变 因为如果你做 你真的想要他们 变成 人们可以做解决 和教育他们 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但如果每个孩子 每个小孩都做得很小 他们有一个大选择 没有人可以解决 这些人可以做解决 楼顶管线收集雨水 供旱日备用 并设实验站 你看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可以保护你水 橘色减压省水垫片 雨水冲省省水马桶 看出水量的差异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准备时间 我们准备时间 我们准备半分钟 你能看几个瓶子通过来 然后几个瓶子通过来 然后几个瓶子通过来 看出一分钟 这些东西可能给10 这些东西可能给5 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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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重要 如果洗手机 多少水用 这些东西 你能看出孩子 你抹一下 你准备到0 你抹一下 然后你能准备 你能准备 做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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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有这些东西 但他们也能做出一部分 做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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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降下 能存都存 方法简易便宜 很简易 很简易 所以人们可以重复 因为如果是太简易 人们会说 我不能做 或是太贵 所以这些东西 做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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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水 走滴罐罐 由电脑控制 在需要时 给需要的地方 需要的量 我和家 做数字 每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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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很精明 的 方法 都可以 避免 但是 如果你想 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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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问题 水 叫做 白金 金 会比金 更高 所以 首先 我们有 现代的 工具 可以製造 可以製造 但是 水 很多人 缺乏 水 安雅强调 解决困境的创新 不再 什么都要花钱 而是用心 你看 水 可以来 你看 这里 这就像这样 然后没有水 可以来 所以我们 是重要的 人们可以继续 聚园 不仅 这些人 这些人会说 我们想想想 我们来跟他们 我们改变 这些钱 这些钱 只想想想 人们常说 移植 我们想想 没有 原生植物 茂盛显示 低罐有成 但有一区 对比差异 看这里 什么不同 这里和这里 你看 什么不同 什么在这里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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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没有 里面 这个 很小的 厨房旁 有以前被 种油污染的土 正继续实验 改良土质 我可以显示 这森林的问题 大部分 这个 不是只教你 如何生育 而 也教你 如何解决 问题 实在不能再改的土地 盖房子 并铺上全以色列 各种石头 當地理生態教室 過去要花錢跑老遠才聽見 說體會的歷史和土地知識 可在學生時代以最低成本深入認識 這些都是追求最環保的方式 打下環保教育基礎 內化為日後大家求生 創新的基本共同語言